我给你打电话了 黄金啊 哎对 哪里来的 我捡了你去不去 捡来的 这人把你真捡的你知道吗 你在哪里捡来的 我是搬房搬家 别人家里搬去捡出来的 在别人家里捡的 对 牛排 我们是要实名登基的 你登这个不大干 我不是偷的 这个你登记没关系的 这个没关系没关系 你来扛的啊 这个没关系 我不可能是偷的 你放心这个你放心 对不对 我不可能你路线 我不可能你还这样说 对对对 我是开水果殿的 你知道不 我去旁边天然公寓水果殿 嗯 知道不 等于说是我 我这还有个店的黄埔 我去拿盒子 刚刚那里有一个 等于说是之前人剩下的 懂不懂 啊 这样的 马路上 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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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房间里面我店里面 哦你店里面捡到的 对 就是我自己店 哦 我还以为你说你跑到人家家里 前来的 我自己店 我是开水果店的 哦 就是你自己的店里面 然后发生地上有这个 对对对 啊 那我就放心了 我自己店的 你刚开始进来说在家里面 我还以为你是跑到人家家里面 前的 下来 那东方就退了 啊 真的假的 你知道不 啊 哦呦 这个我感觉有点悬呢 那这样 你看一下啊 我们正好也有黄金 对吧 我们先观察这个颜色 那可假又假的 真就真的这个没关系 你要鉴定对吧 对 29 如果你是真的 我把这个29 一起算给你 退给你 如果假的我给你29了 对 而且你鉴定肯定要火烧 真的我还赚了呢 啊那你扫一下吧 你看我是开水果店 不是偷的 啊可以可以 你真的赚大钱了 你看这我还讲了一下 这个已经发黑了 那你是用什么烧的 打火机 打火机有可能是因为温度不够高 我教一下大家怎么验这个黄金啊 我们要用这个火枪去烧 烧了也是发黑的 那么说明这个金肯定是假的 烧了化掉了发黑了 那我们不承担责量的 先跟你讲清楚 你没问题的 好 那我就开始帮你验了好吧 那就放到这个碗上啊 你看啊 这个没关系 那我现在用火箱给它加热 看一下会不会变黑啊 黑 我去 完了全都变色了 假的 这边看一下 不对 不对 全都你看 终于有一个烧了发黑的东西了 这个有问题的 肯定不是黄金 这个就爆灰了 这个也太零散了 我就倒在这 不是你拿回去 我们不要 你这个讲不清楚的 我肯定不要的 你肯定要拿回去的 因为这个东西 毕竟你是捡来的 对吧 那也不是这样说的 万一是真的 你肯定是翻倍了 对吧 我们也有这个成本的 对吧 哎说明还是真金不怕火炼啊 假的用火一烧就烧出来了 再见啊 好 原来以为能小赚一笔啊 结果现实很残酷 东西是假的 正好在这里也提醒一下大家 假如你捡的这个手势来路不合法啊 你拿出去卖掉 也是不行的啊